这是一个文化类节目 跟我以前参加的综艺都不太一样 比较能够学习到一些知识 我看了敦煌的纪录片 就是和公司工作人员们一起看 然后网上也了解了一些 其实每次去节目都蛮好玩的 就是第一次去制沙 我和浩原去逛夜市 就是录完之后我们去吃夜市 就蛮好玩的 而且蛮好吃的 特别是那个沙葱牛肉饼 特别好吃 有个师傅他会教我们 我造了一个长方形的草风阁 风把沙子吹起来 那些草风阁会把沙子挡掉一部分 但那些草是不会生长的 那些是收割过来的草枯草 昼夜温差很大 就是早上我觉得可以穿一件衣服 晚上就得穿滑雪衫 而且还会特别干燥 没有特别适应 其实我觉得跟我之前想的差不多 当然会更加了解 因为我之前也只是看了视频 只是了解一个比较肤浅的一点东西 现在稍微深刻一些 就是爱奇艾进库看了 去摩尔库里面看了 然后就会更了解一些 是的 很少这种节目 就是之前参加都是玩游戏更多一点 或者是音乐方面的 文化类伍还是比较少 就感觉可以去上上课 什么的 因为就是好久也没有上这种历史课 什么的 而且都是特别厉害的专家 大师课 这个蛮深刻的 就是敦煌蛮深刻的 之前的话 唱作人偶恋也蛮深刻的 常驻的和里面的 和各位朋友们相处 因为就需要很多时间 所以就会留下你深影 偶恋我觉得 就是更多人能知道我 听我歌 粉丝变多了 其实当时我也没有特别多的歌 当然就是应该是大家都会认识我这个人 但是还不会接触到我的作品 什么的 除了偶恋中的舞台 什么的 自己写的一些 比较少吧 没有自己创作的东西 但是我是唱作人之后 就是大家会更加关心我的作品 而且就会可能就是形象上 会有一些改变嘛 在大家的脑海里 会更加音乐 人一点 会啊会啊 就是要就是给自己 规划一下 对稍微有一些转变 但其实你还没有特别转变 我想那种 早上可以睡懒觉的东西 睡眠担当 或者熬夜担当 因为前一天熬夜 所以才睡懒觉 我可以在晚上录 早上睡觉 每一个cut都只有我单人 爱情背景就是很黑 混 但是好像没什么办法解决 哈哈 因为就是如果一直等的话 就会很疲劳 心情也会不是很好 就起床期反过来就是睡觉期 就是困期 困期是什么 就是困了的时候生气 就是困了的时候别人还叫你干嘛干嘛 就是很生气 就是可能会有些不耐烦啥的 就是因为困了 没办法 我就干好应该干的工作 对 然后我就回去睡觉 以前其实我Berkeley 还是蛮自闭的 哈哈 不是 就是一直待在家里 早上起来上学 上完学如果中间空个一个小时以上 下一期课的话我会回来 然后做做歌听音乐看电影 和睡觉再去上 然后再回来 然后每次吃饭可能只花个五分钟 你吃什么 泡面 夹蛋 健康 自己煮的可能 微波炉 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 但是如果时间紧的话 然后我又想回去做做歌 什么看电脑听音乐 我就泡面了 那你过很常说你会这样吃 我会叫外卖 所以五分钟的泡面 是为了透透一点 对对 就为了让肚子不是那么空 会 就是如果课太多的话 我就不想去教导 就太忙了 就如果是周末周五 或者周二 因为我周三 有时候是不上课的 可能就出去玩一下 吃个饭啥啥的 改变最多的就是 我画变多了 更能扯 与时俱进 就慢慢的画越来越多了 然后就 屁画越来越多了 就是 没有什么营养的废话 偶尔有那种 但是很 多就完事了 那你自己会觉得这样的感觉来讲 是好 还行吧 还蛮开心的 比之前活泼一点 对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 会主动社交 之前是会看的 就是之前我也 很少会主动去联系朋友 现在会稍微多一点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稍微多一点 结交新的朋友 然后 然后老友重逢 都是的 就是可能自己人太宅了 你知道 有时候蛮想去找的 但是 你的肚子打败了 是的 就要么在音乐室 你再坐一会儿 然后要么在家里 这也挺舒服 再看一集什么动漫 日识新朋友 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很像 肯定要聊到一起 比如说音乐 比如说时尚动漫 会吧 就是要看嘛 就是有一些人 我也不敢靠近 就是 就是 看看气场 一般般 因为 欲望难填 哈哈哈哈 可以这么说 我不知道 我没有想过特定的20岁 我会变成什么样 但我 暂时在现在 我觉得一 一般般 还可以更好 音乐上 然后 生活上 对 最主要还是音乐吧 还可以更好 作品本身的 什么高度 就是因为我也 特别喜欢做尝试嘛 也蛮在乎自己 要做的音乐的高度 长大了可能是 十七十八岁 未来目标更明确了 就越来越明确吧 一直在长 嗯 痛苦 痛苦还没有 很疲惫还是有 嗯 就是有累到说 还是不想干 有 我不干了 嗯 但是就是 不是不干音乐 就是 不干其他工作 因为对你来讲应该不算 对 还是我 生活吧 就更加开心 不是开心 就是 呃 劝学 劝学 是的 十年后呢 十年后 我就会 问他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对 对对 就是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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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